特色是因為我們戴著一種帝國的眼睛來看出有沒有特色 因為特色這個東西就是你在買商品的時候 有辦法區別A跟B的那個東西 就是差異性 可是這差異性是誰決定的? 曾經在那個黃靖和,你們知道黃靖和嗎? 好,吳天章 吳天章,還有我覺得黃靖很原料熱氣啊 就是呢,他大概是在解延後第一代的當代藝術家 在那個年代,台灣開始參加威尼斯手年代 他大概算是第二屆吧 那個時候 現在的當代管理的館長叫史瑞爾,撤了一個展覽 那個展覽呢 完全的展現了一種台灣性的一個特質 那個特質就是現在宇正問我的 有沒有那個特質在 那個時候史瑞爾撤這樣一個展覽 我當時也覺得,哇 那這是真正的台灣 那就是什麼呢? 那就是把台灣的那一種 呃 廟會文化 版德文化 那一種被認為具有前現代風格的那些特質 把它湊在一起 那個就是當時 包括我在內 我也是這樣想 這就是台灣 那就好像我們每次有人說 什麼是台灣就會想說 台灣就應該是夜市啊 或者是說台灣 台灣應該就是檳榔西施啊 好 或者是說台灣是不是太 因為就是帶有魅族文化的那一個面向 那這一個點 剛好你去看 就是 十二人策劃的那一屆的文明師雙一展 完全的感謝這個東西 可是 這是台灣嗎? 這是一個台灣在當時自己 自己營造出來 形塑出來 或者是說跟國際對應的過程裡面 自己形塑出來的一個符號 跟大家 跟全世界說這是台灣 可是這不是太好笑了嗎? 也就是說 我們自己 掐著自己的脖子 然後呢 說 然後穿著一個 具有地方色彩的一件衣服 然後走到那一個想像中的國際舞台 說 這是台灣 現在想想真的是太好笑了 也就是說 呃 其實這裡可以從幾次的 婚姻思雙年展的 論述裡面去看出來 台灣 台灣 的文化怎麼再想像台灣跟國際之間的東西 我就舉一個例子 第一屆的婚姻思雙年展 台灣館 你知道 在這之前台灣根本就是沒有這個館的嘛 好 那後來有了這個館對不對 然後第一屆的展覽 他們找了哪些藝術家呢 他們找了哪些藝術家呢 第一屆 是沒有展 應該是沒有展覽標題的 可是他們找的藝術家是誰呢 陳建北 然後 我忘了還有什麼 可是當時的找法 就是他們認為說 OK 我們要做一個國際性的展覽 所以我們 理應當 把我們 國內 沒有 那時候還沒想到台灣味 那時候想到的是 我們必須要找出台灣最前衛的藝術家 所以他們那時候不會去找誰 他們不會找 他們不會找 他們不會找畫水墨的 他們也不會去找畫 油畫 寫石油畫 什麼 什麼 比如說隨便講 楊三吧 不會 因為他們會覺得這個東西太牢固太傳統了 今天我們要走上國際 就是要讓全世界知道 我們台灣也有前衛藝術 所以那一年 欸 這邊可以上網嗎 現在沒辦法打開 你們去找一下 就是那一年找的就是 當年認為最前衛的藝術家 那個時候 台灣也都還沒有用當代藝術的智慧 沒有 所以他們找的 當時所認定的前衛是什麼 就是像我馬力 OK 他們認為我們去國際 其實當然要跟人家證明我們 我們 我們是很 前衛很進步的 這是第一屆 然後到第二屆的時候 好像開始有策展 因為他們發現 呃 國際玩仗的演習規則 嗯 我現在講也許有一點亂 但是基本上我就覺得說 從那幾屆的瘟疫師雙年展 你就可以看到台灣怎麼再思考 好 台灣 台灣的定位 好 那我剛剛講的那一屆就是 十六人冊的叫做什麼什麼什麼三線路 他就找了比如說 呃 黃靖鎖 好像是黃智陽 就是我們說的那一種 呃 具有台灣會的東西 可是這個台灣會實在太妙 他台灣所謂台灣會被界定的方式 就是先排除台灣的現代性這件事情 然後自己回頭去尋找那個前現代特質 哦 那麼後來呢 又有一屆 比如說是早 哦 他們覺得不對 我們應該要證明 我們不是要把自己 裝扮成眼人 人家看說其實我們是有文化特質的 因為這就好像自己 在審視自己的時候 戴著一種帝國的眼睛在看自己這樣子 然後後來到了像林書敏那一屆 他就強調科技 對 那 強調科技 我覺得那個之後 有了策展人的概念進來了以後 慢慢慢慢大家就在調適那個狀況 就是 想要去做一個 具有 科技進步意識的那一種 當代藝術的展覽 所以 可是這裡面的問題 最後的爆發 就是去年的瘟疫師雙音展 去年的瘟疫師雙音展 完全就 呃就是台灣館 完全就 就是說 完全曝露出我們的那一種 精神狀態 就是第一個 我們竟然假定那個地方是國際舞台 可是事實上它 它是一個 它不過就像辦電影 會有電影節嗎 那藝術也有藝術的 國際的舞台 它也就是像這樣子的一個 可是它被文化圈也好 或者是把 被台灣的 知識圈 呃 藝術圈把它當作是 藝術家當作是 呃 年輕藝術家的櫃冠齁 就是說 如果你能夠去那邊 你就已經那個最厲害了 可是對於一些 中青輩的藝術家來講 其實到了那裡之後 也沒有下一步了啊 因為你 所謂的下一步 指的是說 是不是你真的就有一個 比較多的機會 開始有一些 呃 國際性的展覽的機會 其實很多都沒有 這裡面聽說 除了承接人之外 其他大部分都沒有 那如果有的話 也不是因為 威尼茨雙年展 比如說像王俊傑 或者是元廣 有一些國外的展覽 也不是因為 因為 他去過威尼茨雙年展 所以威尼茨雙年展 的台灣館的意義 變成是對國內的意義 變成是內銷的意義 外銷意義 還好大的 但是我還想回到 醫生剛剛的問題 就是說那 那如果不能這樣問 那這個問題應該要怎麼問 你說當代藝術要被可見 對啊 可是我覺得講到當代藝術的可見 它牽涉到的問題很複雜 就是說 就我剛剛講 因為我上次這個跟你提過說 有一次 紐約有一個畫廊的老闆 跟我說 跟我說 因為他要不是這個活動 好 你說 是跟你不是跟拿大 難怪 就是說 就是說 我去紐約住村的時候 然後你就會覺得說 那個 韓國藝術家到處都是 可是 你不會看到台灣的藝術家 那 的確有很多朋友在提醒說 其實韓國政府 花了相當多的錢 跟那個 包括人力 還有 甚至在那邊找空間做展覽 就是 promote他的韓國藝術家 那 韓國有一個非常 愛國跟民族主義的一種 一個精神 在他們的文化裡面 那 台灣的 台灣的 我一方面覺得台灣的文化單位 真的很可怕 因為跟他們接觸 我的感覺 尤其是像紐約文化中心 我的感覺是他們就是 他們就是公務人員 而且是差不多20年前的公務人員 因為很多人是沒有回來台灣 所以台灣在變化 他們是沒有跟著變化的 那 他們對於 呃 比如說藝術家 把藝術家帶去紐約做展覽 他們會覺得 是我給你湯吃 是我 給你機會 就是你好像很要謝謝他們 那個意思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整體來講 這個是一個小局部的一個問題 我今天倒也不是講說 如果我們今天文化不很強的話 台灣藝術家就不會是這樣 我也不是要講這樣 因為我是覺得說 呃 剛在藝術的那個 那個power其實 不知道欸 我沒有答案 但是我不會覺得說 是因為文化部沒有好好宣傳 所以台灣藝術家都沒有激了 我是沒有這樣想的 嗯 嗯 然後 然後 好 然後我們回到無窮這個 嗯 最後你問了一個問題 你的第二題是說 你可以解釋一下 這個問題也是 你剛剛問 就是 剛剛問